动软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讲真的 但是软的品质好不好啊 然后再来 层层关卡我简单讲 动软很简单 但你软你那颗蛋 漂不漂亮 再来就是软跟精子结合在一起 变成胚胎的时候 胚胎健康吗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前提是两方都很 状况都非常好 然后都是很健康的状况之下 就因为年纪 是因为年纪 我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 我一直 这段时间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打 排卵针 然后我一直在做试管 然后我一直在吃 荷尔蒙的东西 基本上 某些地方 跟我以前的身材 其实是不大一样了 那我只能尽量维持 让他不要变形的态度 其实我们都检查过 没有人有问题 我们两个都非常健康 那只是缘分还没到 缘分还没到 但是还在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求职的过程 辛不辛苦 看个人 但我只能说 没那么轻松 然后奉劝 如果你还有想 你想生小孩 然后你 现在没有对象 或是现在这个对象 不是你 你很百分之百肯定的那个人 趁年轻的时候 赶快去冻软 赶快去冻软 冻软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讲真的 它软的品质好不好啊 然后再来 层层关卡 我简单讲 冻软很简单 但你软 你那颗蛋 漂不漂亮 再来就是 软跟精子结合在一起 变成胚胎的时候 胚胎健康吗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前提是两方都很 状况都非常好 然后都是很健康的状况之下 就因为年纪 是因为年纪 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所以 嗯 要 取软是一件事情 软健康是一件事情 软跟精子结合成为胚胎 它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结合之后 可不可以成功 成功之后 可不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胚胎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健康的胚胎呢 是不是有及格 好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及格的胚胎呢 或是优良的胚胎 放进你的肚子里面 有没有办法 着床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所以 你知道 你以为取软很简单吗 No 取软 是有难度的 尤其对于高龄 高龄的人来讲 有些人 一个月 真的 年龄 年龄比较大 一个月 一颗软都吹不出来 已经打排软针哦 吹都吹不出来 我有一次是宝宝留掉了 宝宝留掉了 嗯 我保不住他 因为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所以 嗯 又重新来一次